每天一个精彩视频带你回美好童年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暴力的109华山比赛 观战方上的是一个四个魔王寨 再加一个女儿村啊 对战方是双天宫 大唐加神木的组合 再加一个地府 对战方是有一个点杀能力在 而且两个天宫的控场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观战方女儿村虽然没有拿到一速 但是开场直接一把狱青 保了四个魔王的出手 对战方阴阵也是小客观战方虎阵5% 直接卡了一个药 对战方也是选择了 点杀观战方的队长 为的魔王寨啊 大唐平A了一下 是自动吗 应该不是啊 那怎么着也得给个狠扫 或者是破血吧 观战方也是选择 点杀对战方的天宫啊 这天宫有点扛不住 直接倒地 单秒啊 没有取秒 打的也是非常的稳健 神木林一千七 没有死 观战方抗性好高 开场魔王这都是单秒 高连高宫的宝宝 但是打不动 防御很高 地府毒一口 但是没人受伤 你毒个寂寞啊 这对战方地府 真的是毒了一个寂寞 开始亲宝宝啊 打的比较稳健了 拿起自己天宫 大唐又是平A 大唐怎么老平A 在找漫天嘛 打得这么稳健 你可能扛不住这四个魔王啊 魔王直接起牛进 第二回合 四个牛进嘛 鹿野萧萧 鸟过来啊 打宝宝还是比较痛的 观战方这些应该是都是高输出宝宝 四个牛进走起 错乱 没有空中啊 一速天宫 再控制一个 另外一个天宫 直接起罗汉啊 四个魔王战 还是比较惧怕罗汉 其实对战方这个阵容 还是比较克制观战方的 又是一把狱青 这狱青是真的多 宝宝直接飞掉 对战方必定是双锋 可以控制观战方这边 魔王的输出节奏 而且啊 有速度情况下 罗汉也是起的比较舒服的 但是这大唐老是平A 看看对战方是点杀 这个魔王战了吗 如果是点杀 应该是没有自动啊 但是小死亡也没有挂 应该是 自动啊 大唐官府自动 对战方两个宝宝直接神诱 这四个魔王战顶着牛镜啊 顶着罗汉秒过去 队战方也有点招架不住啊 观战方宝宝再次神诱 魔王战还来啊 还来 这扛不住啊 这四个魔王太暴力了 大唐官府 你再不在啊 继续再控制 队长为魔王 出了一个孩子 大唐官府 如果再自动的话 这场比赛就没有意思了 魔王取秒 大唐没有自动啊 那证明大唐是在的 刚刚应该是去 赵漫天来着 魔王一把取秒 大唐官府 直接倒地啊 这站不起来 这109 现在打比赛 打得这么暴力的吗 四魔王都出来了 错乱再封 好在啊 对战方是有罗汉啊 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 如果没罗汉 估计两回合就被打崩了 一波笑离 感觉对战方得逃跑了 这确实有点打不过 罗汉一断 直接结束比赛了就 先例激发 再加起 输出最大话 风云变色 再秒 这虎头伤害是高啊 虎头伤害是高 暴不再飞 人物已经全部残血啊 那下回合感觉就要没了 这对战方出了个龙宫的孩子 扛不住啊 扛不住 双风都控不住 观战方这边的输出节奏 再拉虚弥啊 是感觉对战方已经放弃了 确实是打不过 女儿村 扔飞镳 三个魔王可以出手 观战方打的也是非常有节奏 开场直接点杀对战方的 一速天空 打的目标很明确 没有盲目的冲刺啊 这也是第一波的点杀和后续的 这个加牛镜 也是给了观战方这边很大的助力 也是打得初中待细吧 第六回合 对战方已经是仅剩下一个孩子 打得也是非常的快啊 也是恭喜观战方顺利拿下这场比赛啊 简单粗暴 真的是强啊 太强了 先礼激发加一加 还是群秒 2400 再来三位 4400 直接结束比赛 谢谢大家